刚刚喂完食就开始下雨了 这个鸡还是挺聪明的 你下雨你就平平往这个鸡腹里面跑 我们这杯土鸡已经开始敞烂了 现在敞烂量还可以 基本上每个屋里都有鸡蛋 因为我们都是采取抽放式的观念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 这个鸡的轨到外面去 所以这个鸡蛋上面 难免会有地方 遇到天晴还好一点 那个鸡蛋就很漂亮 干干净净的 刚刚捡了半天 终于把这个鸡蛋剪完了 这是今天剪的所有鸡蛋 这个是600 这一个也是24 这是500多 这里是500 总共的话是1600 再另外加这个20个 这样算下来的话 那总共今天是剪了500个鸡蛋 刚好500个 连续下了几天雨 这个鸡蛋不是很干净 上面有一些有泥巴 像我们这种 真正放到山里面 散养的鸡 就是这样 遇到下雨天 那个蛋上面都会多少 有一点泥巴 像那种全氧的农氧机 那蛋就非常干净 不管是下雨天 或者什么时候 蛋都干干净净的 我们也一直在找方法 看能不能解决 这个蛋上面的泥巴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懂这一行的 可以供我们提一点小小的意见 欢迎大家到下面评论 留言 好